嗨大家好,我是坦平书,带人列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3月6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免费医疗 最近不是开两会吗 又由政协委员或者是人大代表提出来 在中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这个提案一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全民免费医疗这个提案 好像也不是今天才提 一往也提过 所以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全民免费医疗这事的看法 首先一个,中国能够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是好事 这也是个方向,这个不能否认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不管是穷还是富 不管它是什么制度 有很多国家它都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 这是事实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是不能搞免费医疗 不能搞免费医疗不是说咱们跟穷人过不去 不是这个意思 在当下的中国这个环境里面 搞免费医疗啊 你只会失得其反 你本来通过免费医疗想让穷人看伤病 但是你一旦实现了免费医疗之后 每个人的负担会增加 穷人一样都会看伤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来说一说我的理由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咱们医疗的目的是什么 咱们目的不是让你免费去看病 看病不花钱只是一个手段 咱们医疗目的啊 或者说大一点吧 卫生事业目的是让所有的人得了病 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治疗就是分两种 一种是国家掏钱 一种是自己掏钱 还有一种就是国家掏一大部分 自己掏一小部分 那全民免费医疗 它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都由国家来掏 那自己不用出钱 这个都是手段问题啊 不管是国家全掏 还是说个人掏 还是说国家掏一大半 个人掏一点 它的目的是要把你的病治好 就治到满意的效果 咱们不能本末倒置 谁掏钱 那是个过程的问题 目的是为了给你治病 你有病了 能够得到及时的 很好的治疗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如果现在改革 能够让你得到很好的治疗 这个就是个好办法 如果现在改革 反而让你得不到治疗 你别管它是免费还是收费 都是对大家不利的 逻辑要搞清楚 在很多国家 它就是免费 但是老百姓也能得到治疗 那这个改革就非常好 但是当前的中国这是做不到的 中国现在公共卫生 或者这些医疗资源很匮乏 当然我们也可以加大投入 中国这个医疗资源 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分配不均 就是少数人 特权阶层 占据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甚至是过度医疗 导致普通人呢 你的医疗资源非常少 这个不说大家也清楚 公务员 还有退休的老干部 他们到底花了多少医疗资源 这个也不敢公布 在公共卫生 医疗方面 做任何改革 如果你不是改这边的话 你其他任何改革都是错误 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 就是免费不免费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把特权阶层 要把它捋清楚 如果这个特权阶层 你不捋清楚 即便实行了 全民免费医疗 那你老百姓 还是看不了病 因为SU病房 你住不进去啊 你预约 预约一年以后 事不收你钱 免费啊 但你看不了病了 那个时候 你还要喊什么呢 还要改什么呢 这个大家想一想 所以这是第一个核心的 就是中国要大量的特权阶层 他们消耗了太多的医疗资源 把这个医疗资源 如果能够释放出来 你就发现 中国这个医患的矛盾 中国这个穷人 看不了病的这个现象 可能就要好很多 第二个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 一个权力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啊 在现有的这个医疗制度下 你小病还好说 大一点的病 很多人就选择放弃了 你比如说癌症 大夫说可以接着治 但是呢 化疗不行 然后要吃什么 免疫什么药 你说他有没有效果 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总之很贵 打一针十万块钱 要不咱们试一试 这个时候家属会怎么想 有钱的他就试 没钱的他说 那算了 套不起这钱了 但是这一针打下去 到底管不管用 实际上未必管用 最后达不到预期 可能半年也就去世了 但是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决定治还是不治 权力在谁 是在个人 在亲手上 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些 过度医疗的问题 这个医生可能清楚 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有的人就觉得 没必要治了 回家吧 临终关怀 能多活半年是半年 就完了 不要折腾了 但是你要是没钱 你会这么安慰自己 你要有钱呢 一定会试一下 觉得自己能抢救 我觉得还有必要 再抢救一下 是不是这个逻辑 我说的是大病啊 癌症这种 因为也就这种病 费钱了 如果是免费医疗 现在问题来了 是国家出钱 那病人 病人家属都医治要求 要治 十万块钱医治 那接着打呀 那你就看国家 这个医保里面的钱够不够 因为免费呀 家属凭什么不让你打 就得打 不管用 你不打 怎么知道不管用啊 就得是啊 所以你看国家 他就得规定 什么情况呀 不能再治了 有过度医疗的先银 你让大夫打 大夫也不给你打 大夫什么没必要了 因为他没这个权利 给你打这个针 因为国家没这个钱 这两个区别 大家就发现没有 就是治不治变成国家了 国家有权利决定 你治还是不治 那个时候 你说我自费打 那你就出去打 不要在我们医院打 因为我们这医院 都是免费的 在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莆田医院 生意一定会很火爆 莆田医院就是 你有病 很严重吗 然后我有药 药很贵 十二字翻针 相当于 把你治到什么程度 药用到什么程度 抢救到什么地步 这个权利在国家 不是你来掌握 大家想一想 这国家的权利 本来就已经太大了 现在还要往国家 往政府手上揽权 这本身就是 违反这个改革方向 那你说国家能不规定吗 说什么样的针不能打了 什么样的手术 没必要再做了 你说你 什么肝癌都晚期了 你说我要换个肝 得给我换 免费的吗 不换 怎么知道没用呢 而且还得马上给我排队啊 给我安排一个 肝移植 在哪找肝去呢 这不问题都出来了吗 咱们前面也说了 这个特权阶层 老干部 你看他们在医院里面 全部是国家包治 硬打进打 硬治进治 该吃什么药 什么药广运就吃什么药 根本就不考虑多少钱 如果需要做什么移植 我想他肯定会优先 排队的排在前面 我们所想象的免费医疗 我们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跟老干部一样的待遇吗 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又希望 达到老干部那个水平啊 有病你都给我治啊 这就是咱们视频前面说的 你医疗的目的是什么 是把我的病看到恰如其分 得到有效的救治 换句话说啊 作为普通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得到像老干部那样的治疗 而且还不花钱 换句话说啊 就是在免费医疗的这个情况下 人人都想着自己是老干部 那中国的医疗体系 能接待那么多老干部吗 接待不了啊 最后就导致有很多人看不了病 你没点关系 你就住不进去医院 你最后为了看病 只能去莆田医院 然后任由莆田医院去宰割 这些公立的免费医院 你住不进去 那个时候叫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公立医院的大量的资源 就被老干部以及老干部 亲属特权阶层 有关系 有门楼的 把持着 然后他们享受着过度医疗 所以我说 这个医疗改革啊 首先是要把这些特权阶层 给抑制住 你这才能谈得上改革 否则是越改 有权有势的人就越合适 没权没事的人就越不合适 但是这改革的 打着的旗号 又是为没权没势的人 设想的 为他们的利益出发 但是改革之后 结果一定是相反的 你不把这个特权阶层给它去掉 或者给它进最大可能 把它抑制住 你怎么改 最终都是特权阶层合适 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 所有的改革啊 打着旗号 都是为老百姓着想 没有哪个改革说 我这个改革是为了 单官的着想的 但是事实上呢 结果呢 大家都能看到 这就是我反对 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搞那些 所谓的这个 惠民的改革 实际上那个都是 打着惠民的幌子 进一步 磅剥老百姓而已 如果他不是打着 为老百姓着想 那他这个 也进行不下去啊 第三一块 就是说 现在就全民免费医疗 暂时啊 是不能这么去干 那只是我们一个方向 条件成熟 你才能这么去干 但是 既然大家都要改革 那肯定是对现有的 这个医疗制度 这个体系 大家有问题 有矛盾 大家不满 那怎么样调整 让更多的人满意 这是个问题 除了刚才说的啊 就抑制这些 特权阶层之外 还有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 现在确实是医生病 尤其是大病 一般的家庭 马上就穷了 根本扛不住啊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咱们举例子的 你比如说得个癌症 你就发现管用的药 都不在医保名录里面 都得自费 作为家属 你中的试吧 你不能说一看 咱们就放弃了 不治了 你试一针两针 三针 两个疗程一下来 基本上你就穷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咱们要相应的一些 配套措施 要跟上 这块 咱们是有 比如说这个什么 第三方的 什么捐款的平台 募集资金的 包括像 红十字协会 什么之类的 但是在中国 这些民间组织不发达 而且也走样了 被商业化了 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 这个民间的互助组织 这自愿的 咱们互相帮忙 通过众筹 来解决很多 这个因疾病反平的人 因为这个是个民间的 自洽的 咱们自律 咱们自愿的 这个人 他的家属生病了 很惨 家里也没钱 那通过一个公益组织 帮他募集 一部分资金 这是一种 民间自洽的行为 自律行为 自发的 而恰恰 咱们这一块 是个薄弱环节 你看 现在有几个 什么水地筹 还有什么 各种筹款平台 就是过度商业化 已经违背了初衷了 变成一个骗子 诈骗的平台 所以简单点说 就是现有的 这个医疗制度 通过强制性的医保 然后一些商业保险 这个也要推广 这个商业保险 也有问题 你买的时候 感觉好像什么都能管用 一旦生病了 你去理赔 你就发现 他又是个骗子 这种投诉非常多 全是坑啊 第三种就是 民间组织 保险和民间组织 这两块 要狠抓 要让它玩上起来 这个三管齐下 现在医疗方面 遇到的问题 七七八八的 也就解决差不多了 再加上刚才说的 你把这个特权阶层 医疗资源释放出来 第四个呢 就是免费医疗 这个可以试点 怎么叫试点呢 你比如说从儿童开始 你比如十岁以下的 你现在不正好 这个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吗 养孩子成本太高啊 其中就有医疗啊 一个孩子一生病 稍微疑难杂症 这个家庭也就毁了 所以说 全民免费医疗 不如从孩子开始 这叫试点 十岁以下的 或者是八岁以下 或者十二岁以下 这个可以讨论 完全免费 这样还有利于提高人口出生率 让年轻人愿意生孩子 相对来说 这孩子的特权阶层 稍微少一点 这个你不能否认的 这个特权阶层 更多的是老同志嘛 咱们换一种说法 就不可能有哪个孩子说 我没事 我在ICU待着 今儿不出来 这种少吧 家长也不愿意啊 没事把孩子搁医院干啥 但是老年人不一样 你一旦免费医疗 那去医院 就跟去澡堂子是一样的 没事我就去医院 大家一定会看到这个场景的 所以你看 咱们可以拿儿童来试点 免费 实际上关于这个改革 会名 它很多出发点 初衷都是好的 但是一搞下去之后 就变形 你也不能说这些代表 就是瞎提 一案 他提这个一案 提案 他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但是落实下去之后 不仅达不到目的 反而是成为累赘 最近啊 好像是什么 人大会议 这些部长 不得接受记者提问吗 我看了一个 其中有一个就说到什么 医院里面 15天之后啊 就要强制出院 就这么个现象 就很多人说 我这个情况住院 住到15天 根本病也没好 还要继续观察 继续住 但是医院会强制让你先出院 出完院之后 你重新办入院 再住一回 接着住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 这不就是跟医保 跟这些什么报销 像挂钩的吗 肯定是跟这个改革有关的 肯定是谁改了一个什么东西 住院天数不能超过15天 当时改革的时候 想法也是好的 想把这医疗资源释放出来 你不能老赖在医院不走啊 等等啊 就是我没有仔细调查这个 但是最终很多人把这个改革改了 想当然 我给你定个15天的期限 15天你就得出院了 结果他这么一改啊 反而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 导致很多人本来就是慢性病的 或者是长期要住院的 一住一个月的 他住15天 两个礼拜 他就被迫要出院 然后重新办入院手 那你说这到底叫改革 还是叫添乱 我不相信他改革的初衷是坏的 说故意就要给你们添乱 但是搞下来就是添乱 中国很多事情呢 不能操之过急 不能想当然 你包括这个医药改革 很多药进社保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有很多医生就投诉啊 把医生搞得都没办法 前一阵子武汉 搞的那个叫做门诊 什么基金 就是门诊500亿以上的 可以报销 结果这个也给门诊的医生 看病 也带了很多麻烦 你不能否认 他的改革 说都是为你好 我举一个法院的例子 中国的这个民间官司 你去法院起诉 在法院有个审宪 就是从立案开始 到你这案子结束 一般的是六个月嘛 如果说你这案子特殊 需要这个法院院长批示 可以再延三个月 换句话说 今天你打官司 九个月必须给你把案子给判了 不管输赢 案子的结了 这不是好事吗 要不然这案子拖到哪一天 什么时候审 谁知道啊 他给了个审宪六个月 我不知道国外审宪是多长时间啊 反正中国一般的这个民室官司 就是六个月 这个要求非常好 但是啊 等你打官司 你就知道了 你那案子 从立案开始 它肯定是拖 拖到七八个月的时候 或者拖到过了审宪 它还掐头去尾的算 很多这个 不在法院控制之内的 它不算 总之啊 你是今天递交的这个诉状 立的案 等你这个案子到法官手上 可能要走一个月 这个是不算那个审宪的 你到了法官手上 才开始算审宪 到了法官手上 又开始各种程序啊 有公告啊 乱七八糟的啊 最终你这案子 可能判了一年 然后呢 法官给你打电话 给原告 让你撤诉 为什么要撤诉啊 法官说过了审宪了 这个案子一旦过了审宪 这法官就要被问责 不说问责吧 至少他考核啊 是不是就 KPI 没办法通过啊 所以法官就会 给原告打电话 说你把案子撤了 重新起诉 那原告说 我走程序的 已经走了一年多了 我这案子是去年起诉的 到现在 你让我撤诉 然后又重新告 凭什么 但是原告一想 这法官让我撤诉 我还不撤 我跟法官对着个案 好像对我也不利啊 所以大部分原告啊 都唠唠实实撤诉 然后又去重新起诉 重新走程序 大家可以问问身边的律师 或者朋友 是不是这样 你看看 当初要求审宪 也是为打官司的人着想的 结果实行下来之后 反而给打官司的人 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如果没有六个月这个审宪呢 那他再延长两个月 这个案子可能就审了 这回因为加了个六个月审宪 好了 他直接一刀切 让你重新诉 那重新诉又得重新走一遍流程 又得花一年时间 改革的初衷都是好的 但是得到的结果 往往是相反的 有很多人说 中国的警察 中国的法官 都喜欢何锡尼 没错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调解 你知道为什么要调解吗 因为调解结案 对他们的KPI有帮助 因为中国的法律啊 是叫案结事了 就是你这个案子打完了 这个事也就结束了 如果你这案子 法官给你判了 但是你这事没结束 那这个案子也不算判的好 你这事没了 不例如社会稳定 最好是法官把这个案子判完了 双方务守言和 这事就解决掉了 这叫事了 那你要判的 你总得有个输赢呢 你判谁输 谁那个事就没了 他就要上诉 上诉完了之后 如果达不到目的 他还要再审 申请再审 再审如果达不到目的 他要举报 他要维权 他要投诉 是不是这样 这事不就是一层一层的都来了吗 这能叫事了吗 这事大了 所以中国的法院 包括警察 他追求的就是事了 你就别闹了啊 这事情结束了 到此为止了 那怎么样到此为止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们俩人私了吗 你们俩人和谈 所以他都追求调解 调解结案 就说明你这法官水平很高 不用判 双方合了 合了你总不能再去举报吧 调解结案的 你不会去删诉吧 双方你们心甘情愿 你情我愿的 这是解决了 我说的是民事啊 要是公诉 那是刑事责任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刑事责任 他也有什么 受害者原谅 受害者谅解 是不是谅刑就轻一点 这个某种程度上 也叫暗截事了 你该坐牢坐牢 但是牢一坐完之后 你看受害者也不恨你了 因为你们俩达成谅解了 你赔钱跟人家了 答应人家条件了 本来判你十年了 现在判你五年 所以总有这个 取得被害人谅解 这很重要的 这实际上也是这种叫事了 所以你看 在暗截事了 这个制导思想之下 这不是社会更和谐吗 矛盾更少吗 所以警察 法官 第一反应 就是劝和促谈 所以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警察 法官特别喜欢和西尼 这个说远了 就说到这个 免费医疗改革这个事情 在现在这个 法治环境下 在中国现在这个背景之下 贸然的推行 全民免费医疗 不仅会导致 全民的负担增加 而且会导致 很多人有病看不了 最后就是 莆田医院赚钱 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 但是网上有很多人支持免费医疗 他是从字面上支持 就是他不考虑 一旦适应下去之后 会出现什么状况 他就是看 你看美国是免费医疗 法国或者欧洲什么国家 最穷的朝鲜都是免费医疗 凭什么中国不是免费医疗 就他只是看字面 我说这么多 咱们不能否认 现在的这个医疗制度 有很多问题 有的地方问题还很严重 但是即便多严重 也得慢慢来呀 我们要解决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就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少生人掌握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所以这么一说 大家就发现了 当务之急 现下最主要的矛盾 不是免费医疗的事 就像前一阵子有代表提 什么酒驾入行 要取消 什么罪犯的子女 不应该受牵连 他可以当警察 可以去考公务员 这些你要从大面看 都是对的 都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但是他在中国 他就不符合中国国情 在中国你不能想 当然 中国是政府的权力已经太大 然后你把给你怎么看病 看到什么程度 把这权力 你还要交给政府 怎么看怎么有问题 你看美国 政府没什么权力 我看那个拜登啊 白宫啊 好像他只有一个外交 还有一个军事 好像内政啊 国内的事情 他也管不了太多啊 管多了人家游行 反抗要反对 而且各个州 人家有各个州的法律 各个州人家自己管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拜登他就琢磨着外交和军事 就这两个事 中国政府从头管到尾 事无巨细都要管 你说咱们还要把权力往政府手上去递 怎么看怎么有问题 前一阵子还有人提议啊 要求政府把彩礼这事管一管 你这不是脑子坏着了吗 还嫌政府手不够长 美国人为什么政府权力小啊 因为美国人他的自治能力强 他不需要政府管 我们自己管自己 所以美国的政府他就是个小政府 中国不一样 中国我们什么都管不了 你都政府给我做主 你政府给我做主 政府的权力就越来越大 无限膨胀 然后老百姓你的权力就被压缩啊 你就没权力啊 你只能听话给你安排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中国应该多培育民间组织 但是他也不愿意啊 培育民间组织 那不是跟政府分权吗 所以咱们政府是要大包大揽 你有情我有意 你情我愿 老百姓盼着政府管 政府也愿意管 什么样的人民 结合什么样的政府 你不管 我不乐意 所以中国的问题啊 本质上还是老百姓 什么人能够自立 什么人能够独立 我们每个人都能管好自己 政府的权利 自动就小 当然了 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呢 我认为这个需要时间 会有这么一天的 但是我们也要记着 全民免费医疗 目的是让你有病 能够得到及时 相对完善合理的治疗 而不是说让你有病 没有地方治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是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